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年她经历了什么呢?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陈沙丽的故事 去年11月根据台媒的报道 主持人历经去年底请辞手上的节目转战内地发展 人员甚好的她一到内地马上召集一众圈中好友出来聚会 众星云集场面十分热闹 曝光的照片中除了历经以外 还包括歌手黄淑俊 偶像剧教母柴志平 主持人曹启泰以及老戏古陈沙丽等 众人献身某高级餐厅吃饭 从大家脸上的笑容来看 这次聚会应该很开心 在场的一众艺人中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罕见露面太后专业护陈沙丽 穿着深蓝色上衣 头戴礼帽的她打扮很失贵气 气质依旧出众 不知不觉她已经74岁了 但岁月对她格外的眷顾 她的皮肤白皙 紧致无皱纹 身材苗条纤细 状态大好 1948年 陈沙丽出生于山东青岛 巧的是她出生那天刚好是商人节 父亲本身就是个商人 于是便给她取名沙丽 虽然名字和商业常用的术语有关 但她的人生和经商完全不沾边 读高中那会儿 父亲原本想让她以后考大学报金融专业 但是陈沙丽的数学实在是太差 后来还因数学在会考上挂了科 甚至差点拿不到高中毕业证 学金融的这件事也就只是梦了 好在家里有关系 几经波折后 陈沙丽终于从高中顺利毕业 那个时期新闻编辑和广告行业都很流行 陈沙丽便和朋友去到广告公司工作 年轻时的她眼眶深邃 鼻梁高挺 亮感中的五官再画上浓妆 很是妖娆出彩 而陈沙丽本身就是细弯眉 再配上浓厚眼妆 让人有股波斯五娘扑面而来的济世感 颇有一番抑郁风情 因为这种混血儿的气息 有时候老板还会让她拍广告 而她也逐渐发现了商机 时常靠给商品代言赚取生活费 有一次朋友无意间跟沙丽提到拍戏的事 朋友认为沙丽能把广告拍得那么好 那去拍戏应该也没问题 在三考虑后 沙丽决定去台湾影视公司尝试一下 在那个年代 十八线普通女演员的薪资 跟普通员工并没有多大差别 沙丽依然从做办公室的职员 转变成去当演员 反正也只是换了个谋生的手段而已 直到导演看出她在表演上的天赋 才决定慢慢栽培她 陈沙丽在二十三岁那年 拍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洛英霞》 一副抑郁风情的五官 加上标准的云并造型 硬朗的同时又不失柔软 凌乱之中还带有些许苍茫之美 再加上自身的出色演技 很快她便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最终荣获金马女配奖 刚在电影行业上小事牛刀 就取得傲人成绩 陈沙丽开始对演戏越来越自信 1972年 陈沙丽又出演了电影《夜女郎》 剧中她饰演了一个风情万种 身材娇好 大卷发小雕带的大姐大 完全就是她年轻时的真实形象 不过随着电影行业的飞速发展 圈子里更需要那些长相甜美的年轻女演员 来吸引眼球 但陈沙丽五官深邃 脸型大气 长得过于端庄了 而且她还天生略带胸像 符合她这一特殊长相的角色 屈指可数 她的演艺事业也因此陷入瓶颈 1987年 陈沙丽从电影行业转型电视剧 同年里她还和寇世勋一同合作主演了电视剧《珍珠传奇》 剧中她饰演的史夫人也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之后几年她也演了不少电视剧 不过都没什么亮点 毕竟参演的角色大都与好人无关 如此女主角自然轮不到她头上 这让陈沙丽很头疼 深感前途迷茫 但朋友却告诉她 其实配角才是最难演的 毕竟几乎所有演员的归宿都会回到配角上 陈沙丽若有所思 接连五年时间在家闭门不出 钻研剧中的各类配角形象 不断向其他老溪谷征寻意见 1992年陈沙丽再次复出 这次她与何嘉靖 刘雪华一同主演了武侠剧《书建恩仇录》 在剧中她首次出演《太后角色》 却也是她命运的转折点 或许她自己也没想到 从那之后 她就在《太后》这条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当年黄晓明的成名作《大汉天子》 陈沙丽在这部剧中饰演了《豆太后》一角 虽然合作的那些都是像贾靖文 陈道明等明星大腕 但陈沙丽和他们对起戏来却毫不逊色 演技在线 剧中的她一头长发高高盘起 看上去就已经贵气十足 非常符合《豆太皇太后》的霸气形象 这种不怒而微的气势 就连陈道明看了都自叹不如 时隔十几年后 陈沙丽在2014年出演了《大汉贤后魏子夫》 这次她又饰演了《同一角色》 只是跟当时在《大汉天子》的形象相比 陈沙丽的外貌显得更加有年龄感 气质也更柔和了些 自此 她被众人评为《太后》专业护 她的一举一动都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真正让陈沙丽被观众深刻铭记的 还要数她后来刻画的最成功角色 长辈 尤其是恶婆婆这一形象 她在苦情剧中饰演的恶婆婆形象 实在是让人既派又讨厌 当时正值苦情剧风靡全国 柔弱的灰姑娘爱上有钱大少爷 诸如此类的剧情屡见不鲜 陈沙丽饰演的恶婆婆 就是那种看着就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存在 2005年 陈沙丽就在哑巴新娘中饰演周母这一角色 她一脸华丽富态的妆容 看上去就是那种常年住在深宅大院的贵妇 威严又自带几分霸道 一副不好惹的面孔 时常把软弱的哑巴而喜骂的眼泪汪汪 虽然不讨人喜 但说到底她也是个令人怜惜的母亲 剧中的大儿子周少浦经常卧病在床 老太太为给她祈福 天天吃斋念佛 可谓操碎了心 也正是这样鲜明的对照演绎 才让她的形象更饱满丰富 也让观众对她又爱又恨 作为一名演员 陈沙丽绝对算得上演技精湛 无可挑剔的老戏骨 不过虽然她在演艺事业上大放光彩 但是陈沙丽却忽视了对家庭的照顾 感情婚姻不断受挫 陈沙丽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 第一任丈夫名叫黄福才 是一名吉他手 两人经由朋友介绍认识 当时陈沙丽才21岁 只是一个广告公司的小职员 而她的丈夫是吉他手 工作就更不稳定了 尽管两人是因为一见钟情才在一起的 但是要维持一个长久的家庭确实困难 不过年轻时候的陈沙丽 也会为追求爱情义无反顾 尽管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不支持他们 但陈沙丽已经顾不得大家的劝阻了 在家人坚决的反对和朋友们很不看好的情况下 她死心塌地嫁给黄福才 连婚礼都没有就开始了这场婚姻 爱情开始总是甜甜蜜蜜 不成想后来都是心酸泪 五年后 陈沙丽进入娱乐圈发展 生活越发变得繁忙充实 但丈夫依旧是个流浪歌手 吃完这顿就没下顿 陈沙丽托关系给丈夫找工作 但显然丈夫已经习惯了懒散 放纵的生活 长期关系不平等的关系 让陈沙丽在丈夫身上 看不到未来和希望 加上平时聚少离多 这场草率的婚姻 最终也以潦草的离婚为结局 1978年 单身三年后的陈沙丽认识了第二任丈夫车轩 她也是圈中的老演员 两人一开始非常甜蜜 陈沙丽还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为对方生下子 但丈夫却没领情 在外出拍戏时 移情别恋的年轻女演员崔红红 无法忍受背叛的陈沙丽最终选择离婚 结束了两人长达22年的婚姻 第二次离婚后 陈沙丽就带着儿子独自生活 因为担心再找伴侣会影响儿子 她一直做单亲妈妈到现在 因为剧中的陈沙丽总是给人一副盛气凌人的严肃形象 因此有不少人把婚姻的失败归结于她 但其实她平时的性格就是这样 自带有山东人的性格豪爽 身边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她这样的性格 如今陈沙丽已经74岁 尽管她的感情生活至今空白 但是有一个很孝顺的儿子她也知足了 陈沙丽的儿子名叫车辆义 现在已经46岁了 她是一位电脑漫画师 大家熟悉的电影《何以生肖默》 《小时代》系列等都是她摄影指导 因此在内地被人广为熟知 不仅如此 她还因拍摄绝技 成为华语真人CG电影摄影第一人 陈沙丽特别为自己的儿子自豪 她还表示 生下车辆义士这一生 做过最正确的事 前几年 陈沙丽就曾晒过手中拿着一把药的照片 当时她感慨道 做演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背后的辛酸苦难 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大家只看到她光鲜亮丽的一面 谁又能想到早年她四处拍戏的心酸呢 好在目前陈沙丽已经退休在家 暂且告别演艺生涯 现在她也不用为生活操心 有空就和身边好友聊天聚会 过上养花种草的惬意生活 着实让人羡慕 有人曾问她 你在剧中经历过那么多不同的人生 有什么感悟吗 陈沙丽的回答简短干练 一副不认输的劲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尽管她饰演的角色给大家留下了不少阴影 出装打扮也经常被调侃 但毋庸置疑的是 陈沙丽大胆活出了自我 她身上散发的富贵人气质与正能量 和剧中角色的反差实在太大 而这也是娱乐圈其他人所复制不了的 陈沙丽还很热心 她经常会出现在片场给年轻演员指导演技 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 陈沙丽曾说 我太爱演戏了 还要至少再拍二十年再退休 在娱乐圈三十多年 她把大半辈子的心血献给荧幕 为大家带来无数回忆 如今虽然因身体年迈而跟不上影视发展的速度 但她曾经留下的经典画面 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愿她以后的每天都有人相伴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